中央社记者赵立言台中28日电69岁张姓老翁日前驾车尼路卡在墓园旁小路惊魂8小时后遇到好心路人将他送到派出所 由于取车时老翁忘了车子停放处警方透过墓园小路出现的小黑狗成功巡车 台中市东市警分区毛浦派出所今天发布新闻稿表示张姓老翁日前晚间实时驾车出门 本来要前往枫园区水源路找朋友 托中遇到修路的路段他因此绕路而行 未料因为路况不熟老翁迷途开到东市区上城里沟墓园 车子困在墓园旁的小路迷失方向 警方表示直到一日清晨六时老翁徒步行走遇到民众请求帮助 民众将老翁载到派出所要取车时老翁却忘了车子的停放处 警方在公务园巡车二小时义无所获 警方指出在多条岔路徘徊之际 突然出现一只小黑狗不停摇尾巴失忆要远紧跟上 警方跟着小黑狗在约200公尺处外找到老翁的车子 老翁也感谢警方的热心协助 106128 11990 616 10 Dean 106128 10E 106 1100 106128 100 10611 1111